各位朋友大家好,這個世界看起來是越來越不安全了 尤其是中國越來越不安全了 現在新冠疫情還沒有完結,第三波還在進行事 又發生了一連串的反社會暴力事件 好多個地方都有人行凶傷害無辜的路人 另外還發生了一連串的惡性事故,造成了很大的傷亡 比如說一個多星期之前甘肅的一場馬拉松比賽 居然凍死了20多個人,昨天湖北實驗又發生了煤氣爆炸 死傷人數達到將近200人,那麼這些事故還不算是最可怕的 因為他們所造成的損失還有一個限度 今天早上爆出來一個更可怕的消息 因為它所造成的損失可能是無限度的 今天的CNN報導,它說中國台山核電站發生了核洩漏 報導說法國有一家公司叫做法馬通 它向美國政府通報,說台山核電站 核輻射洩漏超過了以前制定的標準 而中國方面為了不讓核電廠停止發電 就修改了這個標準,準確地說是把核輻射洩漏的上限又給提高了 這樣讓核電廠不需要停工 法國公司報告就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高度的重視 美國國務院還有美國的安全機構就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因為這個台山核電廠它如果是發生重大事故了 那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事故 比切爾諾貝利不知道要嚴重多少倍 不僅僅會造成中國的損失,也會造成全人類的一場大災難 那台山核電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會有一家法國公司它會向美國政府通報呢? 關於這次事件呢,先來跟大家講幾個 有關台山核電站的背景的信息 這是我在網上查到的 第一個就是這家台山核電站,它是中法核資的企業 中國佔70%的股份,法國電力公司佔30%的股份 向美國通報情況的這個法馬通 就是法國電力公司旗下的一個子公司 它是專門負責核電廠的這個技術的 如果台山核電廠有任何技術方面的問題 有任何安全上面的隱患,法馬通應當是最了解的 那第二就是台山核電站它所運用的這個技術 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核電技術叫做EPR 新到什麼程度呢? 全世界一共只有三家核電廠使用了這種技術 一家在法國,一家在芬蘭 但是這兩家核電廠它們使用這個技術之後 它還沒有把這個技術正式的投入雲印 等於是還在安裝和調試階段,一直沒有讓它發電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覺得技術不過關 還存在著安全隱患 那麼正式的把這種技術投入運作的 只有台山核電廠,獨此一家 那還有一個事實就是這個技術設備 以前曾經出過問題,早在2015年的時候 法國的核安全局就和中國的核安全局 大家開過會商討過,說用這種設備 它容易發生核洩漏,它都容易淬裂 中國當時是答應說我們推遲使用 到了2017年底這個設備叫做壓力容器 它還發生過一次事故,發生過一次斷裂 到了18年6月的時候中國就宣布說 這個技術難題解決了,過關了 所以說18年6月份的時候 世界上第一台使用EPR技術的機組 就正式發電了,19年的時候 第二台機組正式也開始發電 但是19年就發生過一次小的故障 這個核反應堆當時是自動停止了 到了前兩天再次發生事故 按理說這個事故發生之後 法馬通這家公司應當是先向中國政府 向中國的核安全局匯報情況的 我相信他們也是向中國提交過這方面的報告的 也要求過要停止運作的,但是很明顯 中國這個核安全局不同意停止運行 最後法馬通沒辦法才向美國政府去通報 這是他們想希望通過引起美國的關注 讓美國向中國施壓 最後停止這個核電廠的機組的運作 避免發生大災難 看起來中美兩國的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面 也是溝通過的,但是一定是不怎麼順利 在現在這種中美關係之下 中共它是不會接受美國的意見的 不能讓他們指手畫腳的 所以說不得已,美國只能夠通過CNN 來把這個消息發出來 CNN爆出這個消息之後 中方的那家公司,這個合夥人叫做中廣核 馬上就出來回應了,說台山核電站 周邊的一切指標都很正常 這麼說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這個指標前面已經說過它是被調整過的 它把不正常的這種核洩漏已經把它變成正常了 靠調整指標把它變正常了 現在大家最應當關心的就是這個隱患到底有多大 台山核電站周邊的居民到底應當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這個核電站它的這個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的 它是處在中國經濟最發達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 珠江三角洲,它的周邊100多公里範圍之內 有好幾個超大型的城市 有幾千萬居民像這個香港、廣州、深圳 這些大城市還有一些很多的中小城市 如果是在這個地區發生了大事故,那麼它所造成的災難難以想像 可能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遭受過的最大的核事故 比當年的切爾諾貝利那要嚴重多了 86年的時候切爾諾貝利發生核洩漏 當時就死了有幾百人受到輻射死了 那麼後來幾年又陸續的有幾萬人因為受到輻射而生病 一直到現在核電廠周邊大概方圓上百公里的範圍之內 都沒有人居住,裡面的這個野生動物 得癌症的這個比例要比其他的正常地區要高出很多 事故發生以後核輻射它還污染了空氣和水源 所以那一次的事件是造成了人員大量的損失 還有3000多億美金的經濟損失 那現在這個台商核電站比切爾諾貝利要大多了 它的發電的總量比切爾諾貝利要大出四五倍 也就是說它的儲存的核燃料比切爾諾貝利多出四五倍 如果發生了事故,那麼輻射的強度、污染的範圍 也會比切爾諾貝利要大出很多倍 那麼附近幾十上百公里之內的居民首先就會遭殃 很多人可能會馬上死掉 更多的人可能會受到輻射的傷害在幾年之後 陸續的生病最後也會死掉 而且核輻射的範圍它還會擴大到整個珠江三角洲 都擴大到甚至是整個廣東省,那麼這個地區幾千萬人 絕大多數人就會受到傷害,在今後幾十年 甚至上百年之內,這個珠江三角洲地區 甚至整個廣東地區就不適合人類居住了 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就會變成一片廢墟 廣東是世界工廠,最近這兩年雖然供應鏈向外轉移了不少 但是它的製造能力在全世界還是名列前茅的 如果這個世界工廠突然被毀滅了 那麼肯定會引發一場全球的經濟大海嘯 它所形成的這種經濟上的損失 那會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危機 可能會超過所有歷史上經濟危機的總和,這個後果非常的可怕 所以當美國政府接到法國的這家公司的通報之後 才會這麼著急,因為它造成的災難不僅僅是中國的災難 它會是全世界的災難,它會引起一連串的 難以估量的、難以控制的連鎖反應 整個世界如果是發生經濟大危機的話 它甚至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 美國政府它當然是不希望中共好 它希望它倒台,希望它被削弱 但是他們也不願意看到中國遭受這樣的災難 更不願意看到全世界都被連累 所以說他們要通過CNN來把這個事件報導出來 就是想利用輿論的壓力,讓全世界的壓力 讓中共及時的處理這一次的安全危機 大家要知道,中共它和當年的蘇共一樣 他們就是有可能引發大災難的 並不是說這個統治者是故意的想製造這場災難 來把自己的這個國家給整垮 但是他們整個的制度結構就決定了 他們很容易把小問題變成大災難 因為這種政權它有一個天然的傾向,就是隱瞞問題 就像這次疫情如果是早在19年12月初的時候 出現第一批感染者的時候 中共各級機構被瞞,馬上採取措施,防疫措施 那麼這次疫情就有可能只控制在武漢極小的城區之內 可能受感染的人數也就是幾十上百人 即使是等到12月底的時候,等到流量醫生爆料的那個時候 如果是他們不採取這個打壓隱瞞的措施 那麼疫情它最多也就是在整個武漢地區 不會擴展到湖北,擴展到全國 結果到了1月20號,中共實在是瞞不住的時候 他們才宣佈那個時候這個病毒已經擴展到全世界了 那麼現在台山核電站的這個事故 中共更有這個動機,更強的動機去隱瞞它 因為再過半個月就是中共百年黨慶 在這種時候各級黨組織它要想方設法地粉飾太平 如果是廣東的老百姓,這個台山附近老百姓 知道這個核電廠出事了,那就有很多人會開始逃亡 可能是幾百萬人幾千萬人會開始逃亡 那麼這種事件一出現,中共百年黨慶就泡湯了 甚至是整個中共的統治根基都會受到動搖 所以這個時候出現任何危險的狀況 中共都不會講真話的 那麼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在這個時候那就絕對不能相信中共所說的話 那麼相信誰呢?相信常識 第一個常識就是核電廠都是有風險的 即使是在管理制度非常完善的國家 像日本、美國、英國這些國家都發生過核電廠事故 只不過是他們的這個管理非常嚴格 也非常透明,一方面他們及時處理問題 另外一方面他們向公眾公開真相 所以說一般來講不會形成巨大的災難 那麼中國核安全局也曾經在他們公開的文件裡面 表示過說沒有絕對安全的核電廠 這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一個常識 那麼第二個常識就是跟其他的核電廠相比 台山的核電廠要更加危險 因為這個技術非常新,全世界其他的國家都不用 為什麼不用就是因為它不安全 因為大家感覺到不保險,這個裡面有隱患 而中國呢,中國政府它是不怕有隱患的 它為了搶世界第一的頭銜,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 它敢貿然運用這種技術 所以說台山核電廠比普通的核電廠要更加危險 那麼第三呢,就是中共它處理問題的這個模式 中共官僚機構他們的這個特性就是黑箱作業 就是掩蓋問題,等到問題實在是 這個搞得太大了,掩蓋不住了 那個時候他們再把傷事當成喜事來辦 就像這次疫情,就是整個的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那麼現在台山核電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嚴重的後果,誰都不知道 它有可能什麼事都沒有,也有可能是一場大災難的起點 現在誰都沒有辦法確定 那麼認識到這幾個常識之後,下一步就要運用這個常識 運用自己的理智來做出正確的決策 作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台山周邊的珠江三角洲的那些老百姓 應當做出什麼樣的決策呢?理智的做法 我認為就是暫時撤離 我的建議是珠江三角洲的這些老百姓 應當盡量的這幾天,盡量出門旅行,有條件的 離開廣東,沒有條件的,甚至至至少是要離開珠江三角洲 哪怕是只有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這種風險 也應當採取一下避險的措施,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這一次寶貴的生命,應當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不應當把它交給政府,尤其是不能交給像中共這樣的 這個草菅人命的,而且一貫是撒謊的這種政府 如果是台山核電廠沒有出問題 大家過兩天再回去,沒什麼損失啊 如果真的是出了大問題,那麼撤離就可以保證 保證自己這個生命和健康,保證家人的生命和健康 這也就是保住了我們老百姓所能擁有的最大的財富 這個算數我相信大家都能夠算得清楚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我們下期節目跟大家再見